大家好,我是忠化 現在本身是一位Android的遊戲設計師 從小就一直對遊戲的設計非常嚮往 小的時候就是常常跟同學拿著筆記本 就在上面畫圖、畫畫 然後就是說什麼神奇寶貝、魔力寶貝這種簡單的紙上遊戲 那高中的時候有接觸到魔獸編輯器 然後更讓我覺得對遊戲的設計上有更大的嚮往 現在主要就是在做Android的遊戲設計 那為什麼會在這裡提到就是說 最近與一些同學接觸到了桌遊 我發現桌遊與一般的電腦遊戲 或者是手機遊戲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它能與一些同學同時互動 就是可以一邊玩啊一邊嘴 內容就會跟電腦遊戲不一樣 也因為這樣我開始進行了一些簡單的遊戲設計 這一年來我設計了六款性質都不太一樣的遊戲 就是有點像是賽車型的啊 或者是競標型的 或者是坎坎沙沙的 其中這次我想向各位介紹的就是一款 即使對桌遊不是那麼熟練的 就是一個桌遊的新手也是適合進行的 一款遊戲叫做美食大亨 現在看到這邊是我們美食大亨的測試版照片 遊戲主要內容為玩家們競標食材研發料理 在這款遊戲中封台物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遊戲中有一種有一定運氣成份的事件牌 每一張事件牌有兩種不同的能力同時發動 一種是對所有玩家造成影響 另一種會對磁卡人造成影響 那更詳細的內容我們在下面的文字說明會介紹 好